醫院真是很熱 我告訴大家 現在你們看到我這件衣服 我是第三件衣服 已經是十二點到幾點多 我是第三件衣服 我濕了 我的何寶山在洗衣房做了十一年 之前就在東區醫院做 入了醫管都成十八年 通常我回到來 我首先就是把其他同事要做的事 例如燙裙、打領打咒 或者要大桌摺的衣服 和要掛的東西 就安排好了 然後才到我自己 正正式式進去打領打咒 我現在做的事 就是在一個轉機 我叫它做轉機 其實最主力是做個打領和打咒 或者是整件起的東西 我現在打咒 然後就做好一個袖 放在這裡整齊了 通常做出來就是這樣 最基本我們要靚和直 才可以夠膽交給別人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醫生衣服 不如叫自己手頭上 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後 就可以去幫其他同事 例如去掛衣服 或者推些工作服給他們去做 和你同事接尖或接三仔 其實有時候我都要 因為如果太多 我都要在這個位置做 只不過那天數量多與少 做不可以切 其實我們洗衣房 那個房口就比較多 就是工作量一定大了 比以前真的大很多 全天由7時到晚上10時左右 5至6萬左右 個個都摩打手去做 沒有停過 因為每一個職系 包括護署、病人助理 包括我們的業務助理 都很需求三同副 因為他們要乾淨才能給到病人的信心 病人那方面我們一樣是很多 不過這裏的熱度真是很緊 假如外面30度或32度的時候 我們這裏最基本的37度 不換了 現在要到沒有了 因為我已經是第三次再換 我不行了 我初初過來那年多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踏入這個門口 既然我覺得我選擇了這邊 所以我堅持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醫生護士對病人很重要 真是開戶鼻舌 更疼自己的子女 我覺得他們是 他們盡心盡力 我既然選擇了這邊的 他們的衣服、褲 我一樣要盡心盡力 保持一個他們認為安心的環境 即安心穿上身的心情 去迎戰每一天 就讓我讓你去到處 我一看今天 你讓你站在這兒